肺炎支气管炎案例 女儿生病曾经受益于原始点 于2015年8月26号 带我来原始点中心条例 刚来中心时的症状 一 咳嗽 气喘 白天晚上都咳得厉害 黄痰多 咳得心口痛 二 体力不好 去买菜走路10分钟左右 就开始乏力 要歇一会儿 三 服用药物较多影响睡眠 特别晚上咳嗽几乎不睡 最好状态能睡1至2小时 四 胃口不好 一餐吃大半小碗米饭 调理细节 一 按推 每天按推一次 二 内热源 用干姜片150克熬煮浓浆姜汤喝 在偶尔症状加重时 另外加强内热源 喝姜粉3至4克一天三次 三 外热源 按推完后在中心 用红豆袋温敷 一至两小时左右 回家吃晚饭后 又开始用电热帽和电热毯 整夜温敷 四 运动 上午喝了姜汤 然后到田地里晒太阳 厨地干农活 医治两小时 持续了两个月 五 两个月后 开始隔一天到中心按推 后来慢慢咳嗽 气喘好了 调理后改善情况 一 调理两个月后 症状改善八成以上 咳嗽少 感冒少 偶尔会咳嗽几声 平常有症状 就赶紧温敷 加强运动 即可缓解症状 晚上睡电热它 二 胃口更好 一餐能吃 一碗半米饭 三 睡眠好转 一碗睡五至六小时 午睡一小时 四 体力好了 走路不累不气喘 从2015年8月来中心调理 开始至今 已有五年时间 这五年在家 一直认真落实原始点细节 每天喝姜汤 每天晒着太阳 到菜地务农 起码有四到五个小时 还做家务带小孩 偶尔不舒服 找家人按推温敷 基本一天就好了 最后感恩张昭翰医师 研发原始点 感恩原始点中心义工 辛勤的付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感恩原始点